很開心 今天是人生第一個Chill Club的獎項 都很開心 今晚看了一場很精彩的演出 我都覺得是很享受的 都很inspiring 我覺得原來現在的外媒 譬如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歡的Hip Hop R&B 終於有一種成為比較主流的音樂的感覺 所以我也覺得為我自己未來做一些新的不同的音樂 都打了一支強心針 其實是一路都抱著一個觀望的狀態 因為不知道政府那個防疫規例會是怎樣 因為現在五成多的觀眾 是令到我們本身那八場是會 如果我們要接待這麼多的觀眾 我們要變成十六場 但是我也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觀眾退票 所以我也很感恩這件事 沒有什麼觀眾退票 所以我也很感恩 我覺得這個演唱會 只要大家在一個安全和符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的情況下 我也很想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它 但是突然間加多八場 之前每場都有嘉賓 會不會突然間又要去找多多嘉賓 嘉賓是…都有 list 自己心裏都有些打算 但是因為不是我一個人重新動 整個行業都重新起動 所以大家又很忙 反而都擔心本身上一回合 答應了我的嘉賓 今一回合可能未必能來得到 但是…盡我最大的努力 我們正在努力 我們正在努力 你還是再有加場嗎? 沒有的話 整個月 其實演唱會可以加場 是很感恩很開心的事 但是我覺得以自己一個最好的狀態 我上次唱了十場 那十場的狀態是很好的 我覺得是有史以來 做過我覺得自己最穩定的一個演唱會 所以今次也是抱著一個謙卑感恩的心情 做好這十六場先 講講的方面 今天就新落了《楠金》 《Anson Loan》做了 你自己會不會有些失望的樣子 人家不是應分要比的 其實不是失落的 我覺得 正如我今年1月1日在台上 我也說 今年我覺得自己要以一個新人的姿態 因為很多新的音樂單位 還有他們的表演 他們的想法 創意 其實我覺得是超越我們這一代的 至少超越了我 所以我覺得 從頭開始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今年的新人 我今天已經有得上台拿一首歌 我已經覺得很感恩 還有都很開心見到一個 我覺得《Chill Club》的巴掌禮都幾不同傳統 譬如說他們真的將組合和樂隊分開 我覺得這是很專業的表現 我最喜歡是MC Solo他們和MIRROR的表演 我覺得簡直是厲害 是厲害 兩種新的不同的影響力 撞在一起的衝擊力 就算我自己作為網民的一份子 作為觀眾的一份子 我都很熱去沸騰